这对夫妇为了躲避核弹 在家底下建造了避难所 结果两人刚进去 地上房子就炸了 完了 核弹袭击真的来了 为了避免核辐射 身为科学家的丈夫 特地给避难所大门设定了倒计时 只有等到35年后大门才会解锁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刚刚砸下来的不是核弹 而是一架失事的飞机 但还好也是躲过一截 没多久 怀胎10月的妻子 生下了儿子亚当 而爸爸想到一家人以后要待35年 早就把避难所打造的应有尽有 不仅资源储备充足 闲着没事还能逛逛超市 抱着儿子种种花 见个鱼塘捞捞鱼 等亚当渐渐长大 妈妈会拉他去跳舞 爸爸则教他打拳击 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棒球卡 和股票送给了亚当 但他们全然不知 这些东西在以后会有多么重要 很快 亚当长大成人 母胎单身35年的他 给自己许下了 娶得老婆的生日愿望 谁知吹完蜡烛过完生日 全家还在做着美梦时 避难所大门却悄然解锁 一家人立马冲过去打开了大门 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要重见天日了吗 爸爸率先士族上去探探路 可这么多年下来 自己家早就被家破酒吧占为己有 爸爸坐着电梯来到地面 把酒吧老板吓得够呛 这道圣光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上帝人吗 老板一激动 直接晕倒在地 接着爸爸来到室外 怎么有人在啃垃圾 怎么还有人随地呕吐 这女人怎么嗓音这么雌性 等等 这居然是个代把的 完了完了 这场核辐射居然把人类都搞变异了 不能出去 不能出去 结果爸爸一激动 把自己给激动坏了 这下为了给他买药 亚当不得不出去 临走前 爸爸叫来亚当 说如果他看上哪个女孩 一定要找个正常没变异的 随后 亚当也来到了地面 酒吧老板还在烧香拜佛 结果一见到亚当 就连连喊道 Oh my god 你敢信这男人活了35年 一直都躲在地底生活吗 现在他终于走出地面 看到了世界真正的模样 但啥都没见过的亚当 看到蓝天白云就能激动不已 瞧瞧这小萌妹 瞧瞧这黑人 这些东西以前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现在能亲眼看见 又是多么新鲜多么开心 接着亚当坐上巴士 准备找家店给爸爸买药 再买点物资回家储备着 结果巴士一停车 谁知亚当买完东西后 却发现自己忘了回家的路 这下糟了 他坐巴士坐到晚上 还把剩下的钱都花光了 这时亚当想起爸爸送他的棒球卡 决定卖出去换点钱 店主一看这百年老卡 脸上都憋不住笑 便忽悠亚当这一叠卡只值五百块 就在他信以为真实 一旁的金发美女夏娃猛的叫着 你可别当冤大头 这叠卡一张可是值六千块的 你瞧瞧你这里 一张两张三张 这么多卡 整个村现在就你最佛了 赶紧别卖 走人 而因为亚当找不到家 只好让夏娃送他去酒店 报酬则是三张卡 结果他一走进房间拉开窗帘 隔天夏娃找了过来 他觉得自己仅仅是开车送个人就赚到上万块 内心过意不去想要退卡 但亚当早就对夏娃一见钟情 哪里舍得对方离开 他提出主意 要是能在两周内 帮自己找个没有变异的正常老婆 那报酬大大的多 夏娃一听这单美差 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为此他带着亚当住进自己的公寓 同住的还有自己的好基友 对方很是喜欢亚当 不仅带他去雪坪 还带他在沙滩溜滑冰 而亚当看到一旁的大海时 眼睛都发亮了 他像个孩子一样脱掉鞋子 立马躺进了大海的怀抱中 看着他开心的模样 真的是太纯真了 怎么能快点找到老婆 学学这位帅哥的操作 只见亚当被夏娃带到夜店 一出场 他就被女人们看上 纷纷过来投怀送抱 还邀请他去跳舞 多亏妈妈教得好 亚当站在舞池就是全场最佳 镇住了所有客人 然而在相处期间 夏娃对亚当也有了感情 看到别的女人犒上他 内心就很是不爽 为了报复亚当 夏娃也找了个男伴 而亚当看到也很不是滋味 他想要带走夏娃 但男伴并不同意 还推散着亚当 结果下一秒 两人回家后 为彼此的行为道歉 气氛也慢慢地变得暧昧起来 此时夏娃提出疑问 你有没有谈过恋爱 怎么可能谈过 你不知道亚当单身35年吗 见夏娃如此惊讶 亚当只好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但夏娃听到什么避难所 什么核辐射 我爱上的人不会是神经病吧 然而亚当第二天 和机友出门逛街时 居然误打误撞找到了自己家 亚当想先回去找夏娃 谁知对方偷偷叫来人 想抓走他去接受心理治疗 亚当自然不肯 逮住机会就逃跑走人 他还跑了一圈回来 将这段时间的报酬交给夏娃 接着便坐上货车 直接开溜回到了父母身边 随后 夏娃来到亚当住的酒店房间 想要把他落下的东西还回去 这时社友发现 亚当用的东西都生产在35年前 而那叠爸爸送他的股票 早已价值上千万 亚当现在就是个千万富翁了 这下 夏娃终于相信对方说的全是真话 他很是自责 想要找回亚当 但找了整整一天都没有消息 就在快要放弃时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夏娃面前 他立马下车冲过去和亚当相拥 两人也终于在一起了 毕竟 他们可是亚当夏娃呀 一段日子过后 两人结了婚 亚当还买下一栋豪宅 将父母都接过去住 还帮酒吧老板装修了酒吧 事事告诉我们 打工一辈子 还不如别人传的那叠棒球卡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超市空宠案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